在我面前的是我们即将举办的东方艺术拍卖会上的一组18世纪中国出口到荷兰的文章词 文章词又被称为徽章词 是明清时期中国外销定制词的一个特殊门类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的王公贵族都有自己家族专属的徽章或者盾牌 那么徽章词顾名思义就是将这类徽章烧制在从中国定制的词器上 徽章词是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期 而到了18世纪初期它已经成为欧洲的时尚 风潮遍及荷兰、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成为了上流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身份的标记 让我为大家展示这一组徽章词 首先来看这一套碑碟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中心图案是一个荷兰古老的家族徽章 线条非常的工整和精细 而另外一对碑碟呢 也是墨彩苗金 那么它除了家族的徽章以外呢 占据更大比例的是家族创始人的个人肖像 这个比较少见 而来看这一套粉彩的碑碟 它呢是由两个家族的徽章联合而成 那么这通常是为了纪念两个家族的联姻 或者说结婚纪念日而特殊销造的 这边呢还有两个文章盘 它是在中国的乾隆时期从中国定制的 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一万里大盘 据考证呢 这是由一个荷兰海牙的家族 在中国康熙晚期的时代 一次性从中国定制的 他们的直径呢 都在50.5到52.5厘米之间 在目前呢 世界上各地的博物馆 或者私人藏家手中呢 还有50多件 关于定制徽章瓷呢 我们知道最大量的生产和出口时期呢 是在18世纪 这也是代表清代中国瓷器 骚照水平最高峰的康庸前三十 另外呢 这些徽章瓷的定制者呢 非富即贵 所以呢 徽章瓷的工艺质量呢 是高于民谣 甚至可与官谣相媲美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次拍卖会上的 这几组徽章瓷呢 大部分都收录在这本 荷兰市场的中国文章瓷 这本书当中 所以呢 是有据可考 有史可医 除了这一组文章瓷 我们即将举办的 东方艺术拍卖会中 还有更多的中国古董和艺术精品 敬请关注